商品琳琅滿目 零食家電 應有盡有 炎炎夏日 想進來逛街採買 吹吹冷氣 沒想到卻逛出火氣 有民眾在臉書控訴 基隆一間位在地下室的賣場 空氣不流通 門熱又不舒服 不是不開冷氣 而是壞了也不修 即便接到許多客宿電話 狀況持續兩年 依舊沒有改善 甚至傳出有人逛街逛到昏島 上班環境悶熱 也讓員工抱怨連連 前幾天還有按摩椅店家 同樣因為太熱被投訴 逛街逛累了 到美食餐廳吃飯休息 也熱到吃不下 瞬間沒了食慾 汗水不斷從廉價滑落 衣服都濕了 職戶太誇張 還有民眾乾脆直接抱著小孩 站在冷氣下 你看像我現在又是吃了一身汗 太熱了 血液濃鹽嘛 太離譜了啦 來這邊逛街在受罪 賣上員工拿膳子狂殺 還拿出耳溫槍測量 一看室內溫度高達30多度 住機收很高耶 大概一個月大概十幾萬吧 我們現在就只能這個狀態 電風扇在那邊吹 市府的之後也派職安輔導員 到現場防查 實際測試後 溫度近顯示27.8度 表示民眾使用耳溫槍測量 非專業器具會有落差 至於測得的37度 是在烹煮區面對鐵板測量 同樣有失功運 至於空調出風口 離地面大約4公尺 導致降溫效果不佳 已經建議改善 而因為冷氣讓民眾不滿的 還有這裡 台南新英火車站這民眾熱到受不了 甚至喬冷氣風扇 和站務員爆發口叫 其他民眾認為 確實不適合自行動手調整 天氣越來越熱 不過在公共空間 民眾還是希望空調夠強 TVBS新聞劉欣奎 顧守昌 何可言 基隆台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